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第二節,打官司,人生的戰役 我在上一節講到,當你完成了第一庭的過堂手續 然後在你真真正正打官司之前的情況 包括律師費,中間案情的研究 以你的大狀,研究過程 當然是先收錢 收錢之後,他就會研究你的案情 會找你開會 當你給了律師費之後,然後開會 你就會看到,你的法律團隊就會出現 都挺偉大的,你會呆一呆的 因為跟你開會的法律人員 可能會有很多 首先你會有一個法律代表 就是一個師爺 事務律師未必會出現 真正的事務律師未必會出現 譬如說你葉謝登,陳理張王,何律師留 那些律師可能不會出現 通常都是法律代表去處理 當然律師自己會處理這件事 然後法律代表或者律師 那些律師留 可能會有民員出現 可能會有助手出現 然後他會轉評大狀 就是訴訟律師 這個大狀 這個上庭的大狀 抱歉 那大狀 通常他會有助手 通常會有助手 也可能會有徒弟 有些知名的大狀 如果打官司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四五個徒弟 那些徒弟是根據這個大狀去學習的 那這個大狀的情況 我也不多說了 那開會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十個八個人 你會覺得這麼荒偉 沒錯 這些就是你使律師費 所得到的 通常那些法律人員 在開會的時候 其實很殘忍的 很殘忍的 那我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如果真的是你不認罪 認罪我一會兒再說 你認為當那個大狀 說完整個情況給你聽 這樣這樣這樣 但他的策略會這樣這樣這樣 他會問你 你同不同意 同意就要簽樣子 你說是你不認罪 如果你認罪就認罪 你認為不打了 我認罪 如果你不認罪 就會同意這個情況 要簽一份東西 正式開會 開會這個研究你的案情 幾次的 可能是十次八次 可能很多 看看你的案情是否複雜 去到開會的時候 應該是去到尾聲的時候 他問你很多事情 有很多法律的問題 去到尾聲的時候 就會無意一次 真的想停 真的想停 你的大狀就會問你很多問題 問你很多問題 問你很多很殘忍的問題 那你就如實作答 你如實作答 那你答的時候 如果你答錯了 那些律師團隊都會提醒你的 如果你說了一些 不是很應該說的話 例如你一些 我第一節都講過 有些情況 你的案情 你的法律的代表 你是不應該聽的 你聽 如果聽了 可能觸犯一些 你的獨得操守 五常的事情 如果你說錯了 他會說 休息 然後有些 其他人員 會跟你說 你應該這樣 教你去處理這件事 當他問你很多問題 而你回答他所有問題之後 他就會 大律師會給你一個建議 或者你的法律代表 會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你上不上庭 給口供 記住 我之前和大家講過 在執法部門 問你很多口供的時候 你是說 我不作答這個問題 如果你跟著我 所說的情況去做這件事 基本上 你的案情 你還沒試過 答過一句話 香港的法律是很公平的 香港的法律是 有些人說不公平 這是第二個話題 香港的法律是很公平的 無罪論 無罪推論 當你觸犯了法律 而這個執法部門認為你有罪 是由他證明你有罪 就不是你證明你自己沒有罪 和大陸法是相反的 大陸法是你要證明自己沒有罪 好可怕 好了 執法部門也好 控方也好 證明你有罪 所以他提出這麼多證據 通常你是可以 但是你上到庭 上到庭 如果你選擇是回答問題 是接受控方的盤問 你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完所有事情 就算你犯什麼罪都好 如果你不自願在庭上給口供 是沒有人可以逼你給口供 甚至乎是法官也不可能叫你給口供 你可以不作答任何問題 就算你作答也好 Sorry 我應該這樣說 沒錯 你是可以不回答任何問題 不回答任何問題 法官要你 法官是 我記得應該是沒有權 法官不會要求你回答任何問題 你不回答就行了 你不上庭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選擇了 上庭作答的問題 記住這個也是挺嚴重的問題 因為控方會有很多事情盤問你 叫做到你暈了 所以大部分 我認為大部分的律師 絕大部分的案情 都是叫你不要上庭作答 即使你真的沒有罪 真的沒有做歌 都不可以上庭作答任何問題 因為你會說錯話 當你去到法庭 當你接受主控的盤問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律師不會教你答問題 你答錯了 對你是很不利的 對你是很不利的 所以通常大長都是叫你不要回答你的問題 不要回答問題 這是事前所說的上庭 之前所說的策略 我講到你不認罪 一律的鋪排 律師會告訴你 怎樣打怎樣打 看看對方的證人 會問你這些證人是誰 這些證人是誰 跟什麼關係 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對你不利 那你也可以找證人 你也可以找證人 你找的證人 都是證明你沒有罪 可能是證明你時間不在 案發的時間不在 其實如果有這個證人 你脫掉了 我只是譬如說 譬如說 通常證人 除非真的對你很有利 否則 大長也不會提供證人 為什麼呢 情況跟之前一樣 證人上去 他可能會講一些 對你很不利的事情 對你很不利的事情 如果對你講一些很不利的事情 那何必呢 除非他證明到這個證人 對你非常之重要 他才會提議 找這個證人上去 但是這樣 這個證人未必跟你合作 他可能不想的 如果你找這個證人 通常你就要找法庭 我說要傳召這個證人 我意思是這個證人 不跟你合作 這個證人不跟你合作 你如果想他上庭 你就要入法庭 出全票給他 他就作為一個辯方證人 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前一陣子 社民連的吳文苑 吳文苑是扔臭与梁振英的案件 律政司就告他 就不是告他扔中梁振英 告他扔不中梁振英 但是扔中旁邊的一位警官 他說告警官的普通襲擊罪 吳文苑就申請梁振英先生 做他的辯方證人 沒可能的事 吳文苑怎麼可能 跟你做辯方證人 證明你沒有罪 看你辯護 吳文苑先生就透過法庭 出全票 要梁振英上庭 做證人 所以這個反面新聞也挺有趣 那好吧 我再說你打官司的程序 開會 看證人 看證物 問你很多問題 證物是甚麼 證人是甚麼 對你有甚麼好處 對你有甚麼不好處 搞定了 到上庭了 排練了很多次 到上庭了 上庭是甚麼呢 下一集再說吧 好了 而現在 我再說 你認罪了 你認罪了 有沒有做過這件案 你有沒有罪 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只不過是打官司 就是在法律上 他坐你不進也好 坐得進也好 你可以有一個抗辯的理由 一個抗辯的理由 但是你認為 我不想打 我認罪了 第一 可能你沒有錢 沒有錢打官司 第二 可能你真的認為 這個勝數不高 律師通常會告訴你 他不會 律師通常不會告訴你 有得打 只要有多少把握 每個律師都會告訴你 每個律師都會告訴你 好 有把握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怎麼賺錢 Sorry 通常 律師都是這樣的狀態 但是你行兩過 也都認為自己 對這件事的責任 也都是覺得 我選擇去認罪了 認罪是另一個情況 認罪就是 不需要看任何證據 也都不需要看那個 就是告你什麼 當然要看 就是那個內容 大狀只會評估你認罪 而你的案例 而你所觸犯的條例 在之前判案的案例 會告訴你 大概你的刑期 你的刑罰是什麼 聽到嗎 我也曾經試過打兩宗官司 一宗不認罪 一宗認罪 當你選擇認罪的過程 其實你的心情是會輕鬆一點的 輕鬆一點的 為什麼呢 你不認罪 你打官司 你就不知道這場戰役 是輸還是贏 是吧 你的心情不好打 但是你選擇認罪 就是說你選擇了一個結果 而這個結果的判刑 是可以預計的 是可以預計的 但是不會百分百 但是有例可循 有例可循 如果你選擇認罪 你的大狀就會給你一張指令 簽 我認罪 認罪 如果不是你上到庭 本來那個大狀 認為你是會答認罪 然後跟法官說你不認罪 他很嚴重的 所以你一定要簽一張 證明你認罪 你認罪 然後這個大狀 小人做事很多 小人做事很多 律師費都會便宜一點 因為認罪 通常都是一堂搞定 再不是求情兩堂 那就搞定了 那你認罪 他就會看案例 看案例 他告訴你 你所犯的大概是這樣 通常要判多久 案例是多少 還要找很多很多案例出來 補充一點 如果你不認罪 通常你的法律團隊 都是找一些案例 是曾經類似你的官司 是打贏官司的案例出來的 打贏官司的案例出來的 那你不認罪 sorry 你認罪 你的大律師也會找回 相同大概這樣的案件 而認罪 是判多少 會給你參考 大概是這麼多 然後你看了之後 會再問你 你能否承受得起 這個刑罰 是否承受得起 是承受得起 是承受得起 認罪 認罪 所以 就開始 進入這個 扣留 激壓的階段 在下一集 在下一集 我就會跟大家說 當你打官司 如果打贏就不用說 打贏就不用說 如果你打輸 或者你認罪 之後 正正式式 那隻腳踏入監房 的情況是怎樣 下一集 跟大家說 監房實錄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肉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有五匹 六匹 四周 所有人 都當變成